好,接下來我們繼續來介紹我們的IS的設定 前面我們介紹到,我們的第二台機器已經裝好了 那我們的WAVE的檔案已經放在我們的AD01的當成BIOS Server 那我們這台IS-1是不是有原始的 各位你要先建立一個宣傳條件 這台機器是可以工作的,正常的,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裡的設定量是不是最正確的 因為已經在工作了 這台字新增的可能會設定的路徑、一些參數可能會不一樣 所以這裡的設定的參數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我們要讓它兩邊要一樣 那你裡面那麼多功能,這樣一個一個去設定就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又變成一個動作要做什麼 兩邊設定檔要一樣 那一樣的情況之下要怎麼辦 就是要把設定檔的一個設定值的內容 要把它放到網路上面去 其實IS它要去設定,它也是把一些參數放在一些檔案裡面 那我們就要把它放到網路上面 這樣兩台機器同時去抓 抓同一個設定檔 本機是不是有一個設定檔 對不對 它不抓本機了,抓網路上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一台機器的設定檔匯出 放到網路上去 再去使用網路上的 好,所以我們先舉動動作要做什麼呢 一樣,我們來設定一個動作 設定我們這個 C槽 建立一個這套甲 好,一樣用SH ARE跟前面的一樣 名稱一樣 我們來看 簡號叫CONFIG CONFIG 我們要CONFIG設定檔 一樣放在網路上面 所以說我們現在呢 我有一個網路這個資料夾 要放我們的兩邊共同的一個設定檔 好,做好這個之後 是不是一樣要讓IS能夠連得到 所以我們要去做什麼 共用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用授權、授與、存取權 給 特定人員 給誰 給我們的SMCONFIG 其他使用者我不給啊 好,按下共用 好,這台已經共用好了 那我們先不用去測試 然後等一下我們來用就知道了 好,這邊呢 就是讓你去把設定的一個檔案 跟剛剛的動作是一樣的 只是把檔案名稱 這套甲名稱改掉而已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把我們這台主要的 這台已經可以工作的IS呢 的一些設定檔 要把它匯出 匯出呢 各位來看一下呢 我們這上面這裡呢 我們的SERVER名稱 我們是最上層 對不對 最上層是這台機器 好,這台機器裡面呢 可以往下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呢 稍等我看一下,來 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管理 好,這個管理裡面呢 有一個SHARE 有沒有看到 共用我們的一個設定檔 有沒有 應該講共用我們的主態檔 這個呢 從2012版是中文 2016呢 它沒有翻譯成中文 2019它還是沒有注意到 所以還是沒有翻譯成中文 好,我把它點進去 所以這裡面還是英文 2012是中文 但是呢 2016呢 它就沒有翻譯到 我們的一個 微軟的工程師 翻譯人員也沒有注意到這一塊 所以它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它就知道這是一個修正 好,再來這邊呢 我們是不是要去 我們這個位置 是要讓你去使用哪一個設定檔 但是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固定的位置 沒有檔案 沒有匯出 這裡面有沒有檔案 沒有檔案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要先把這一個設定檔 匯出 所以這裡有一個叫匯出 要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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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點選這個匯出 來,點一下它 匯出的時候要匯出去哪裡 是不是要匯出到我們的這一個資料檔 所以說呢 到這邊你要去把輸入我們的位置 192.168.88.10 底下的 是不是 現在可以出現什麼 資料檔名稱 這個資料檔名稱就是什麼 你這一邊共用的名稱 你這裡有權限呢 是可以抓得到的位置 表示呢 這裡是不是出現一個 confident的位置 資料檔 表示你剛剛的權限設定成功 點它 是不是呢 我要把檔案匯到這個地方 但是匯到這個地方呢 要有一個帳號 是不是有沒有看到 連線是誰在連的 連線是誰 連線是誰 WDA WDA WU88 等 密碼 1 打兩次 好 按一下確定 好 密碼不符 打錯了 再重新打一次 應該是我的序有問題 好 這樣沒有問題 好 密碼帳號是不是輸入 等一下要把檔案匯數的時候 匯到這個位置 是不是連到這個 AD01的這個資料夾 的帳號在這邊移設好 好 這裡還有一個 有沒有 驗證的金樣 所謂驗證金樣是什麼 等一下檔案匯數到這裡呢 另外一台RS跟我這台RS 要去用的時候呢 除了密碼 連到這個資料夾以外 還要有另外一個 驗證的金樣密碼 所以它讓你雙重保護 不然的話呢 你這個檔案 這個設計檔 可能會被 不小心 被人拿走了 那當然裡面呢 被修改了 那你就要有一個金樣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匯數的時候呢 還要包含金樣 所以要使用也要有金樣 這個地方當然要輸入一下密碼 這個密碼比較特殊 它有一個複雜度 所以我們用我們的 練習的密碼可能不能用 知道吧 所以呢 我們第一排 不要Shift 第二排 第二排按Shift 懂得是嗎 好 好 我們在第二次再輸入一下 好 再輸入一下 好 所以說呢 這個密碼打完之後 按一下確定 好 有沒有看到 就匯出我的設計檔完 按確定 好 你就看一下 我們的Fire Server這邊 是不是就有三個檔案在這裡 那這個三個檔案呢 就是我這台IS裡面的設計檔 所有的設計檔知道吧 這裡面你所做的一些設計 是不是通通在這裡面 知道吧 知道意思嗎 這裡面所做的任何設計 通通把它匯出去 好 所以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邊我們要去使用它 是不是一樣怎麼用 按Shift 這個地方 Connect這邊呢 點進去 一樣的回到剛剛的畫面 我們要打勾 啟用我們的 共用 主態檔 要打勾了 那打勾呢 我要連到哪裡 是不是你要連的位置 要連到哪邊 是不是直接要打 192.168.88.10 底下的 對不對 是不是就會出現了 我要連到的是這個位置 是不是這個位置 這個資料夾 我要選到我的位置 好 選了之後呢 是不是要一個帳號跟密碼 帳號是不是剛剛有耳骨缺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W-E-A-W-U-88 剛剛那一堆是做匯出 知道吧 現在要去使用 是要連到那個資料夾 所以資料夾要有帳號密碼 好 密碼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資料夾 耳骨缺的密碼 進入到這個資料夾的密碼 等一下呢 進去之後要使用這個檔案 來要有一個金鑰 就是我們剛剛第二種密碼 好 這裡之後好了 是不是要按套用 這裡有一個套用 好 按一下套用之後呢 會再跳一個密碼 這個呢 就是你的剛剛是不是輸入的金鑰 第二種密碼的時候 第一邊沒有訊息 第二個有訊息 好 按一下確定 好 它就出現這一個 這一個字 就代表已經完成了 好 按一下確定 再按一下確定 完成了有沒有 好 除了你並根 所以你這個位置 不要再打頭拿掉 知道吧 好 所以這個位置呢 就表示你已經用的是 這一個檔案 這一台機器 所使用的設定檔 用的是這一個 這邊的檔案 好 所以這邊我們的設定就完成了 那各位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這一邊是不是有一個名稱 你看喔 這台機器是不是叫做 DEVO WEBSITE 這台是不是叫DEVO WEBSITE 我把這個WEBSITE呢 改一下名字 我直接這裡改就好 直接改WEBSITE DEVO拿掉 對不對 沒有空格 來 存起來 但是你看 它有問題 剛剛那個設定檔做好的時候有沒有 你要先把你的這個軟體 先關掉 知道嗎 再開一遍 剛剛設定好 抓了網路上的設定檔對不對 但是現在呢 你要把它關掉 再重開一遍 才可以真正的去工作 這樣知道嗎 這樣才叫正確的 當然剛剛的存檔 它還是有幫你存起來 不然它會顯示錯誤 那我再來改一下密碼 那再來改一下名稱 好 DEVO WEBSITE 就不會 剛剛的WEBSITE不存在哦 因為它存的時候有問題 好 這是原來的名稱對不對 好 我現在再把原來的名稱呢 已經可以了齁 再把它改一下 改成之後 改成之後 DEVO WEBSITE不存放 沒有 你如果有重開過就可以了 好 把它關掉 再重刷一次 好 記得管理員 剛剛設定完之後 把管理員關掉 再重新做到一點 好 好 講不準確了 知道嗎 好 它就可以改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這一個站台的名稱是 DEVO WEBSITE-1 對不對 沒有錯 好 好 那我們很快的 這個地方是不是要 這個是原來是 DEVO WEBSITE 沒有-1 我要把這一邊 是不是要去使用這一邊的設定檔 對不對 它只有兩邊設定就一樣 好 所以這裡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做什麼 去到我們的SERVER最上面 0 使用到最底下 是不是一個 共用我們的主態檔 是不是 這裡要不要匯出 對 因為它 這是舊的設定檔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使用 打個勾 好 一樣可以到哪邊 192.168.88.10 底下的 這裡呢 是不是你用的是 網域帳號登入 就會可以看得到 所以要點到這個 好 使用我們的帳號 W W 好密碼 好 這裡沒有問題之後 按一下套用 就會出現我們的驚訝 所以再打來生命 這裡要出入什麼 第一排沒有去不得 第二排有去不得 好 這邊呢 按一下確定 確定點一下之後呢 好 就完成了我們的一個共用 有沒有 我們現在使用的就是呢 我們的這一個 資料 這一個檔案 按確定 確定 好 邊緣之後一樣 剛我講的頭 要把這一個人 關掉 知道嗎 RS管理員 記得把它關掉 好 再重開一次 好 重開起來之後呢 來看一下 他重新去抓設定檔 知道嗎 好 往下移 往下移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FDB我們原來有沒有設定 沒有設定 這裡就是幫你設定好了 因為這一台有設定的 這裡也有裝元件 知道吧 因為這裡有裝元件 所以說它設定值丟進來 這裡就是一模一樣 如果這裡沒有裝FDB Server 有沒有 這邊進來這個FDB會幫你設定 但是就會變成XX 因為沒有元件可以供了 好 所以你看這個web site dash1 是不是這邊改過的 舊的是不是有devo website 沒有dash1 我們改過之後 是不是會 這一台機器使用那個設定檔 就是用 這一個網路上這個設定檔 這邊修改了 這邊兩邊都一模一樣 這樣同意是吧 各位要注意喔 它不是即時性的 這樣同意是吧 所以你稍微要 有時候要去把這一套軟體關掉 再重開一次 你看 我這邊如果設定好了 這邊不會跟著改喔 其實已經改了 你要把軟體關掉再開一次 這樣同意是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新的這一台機器的 這個是不是有一個 叫做預設文件 是不是indate在這上面 這邊呢 你看一下它的一個預設文件 是indate在這上面 兩邊是不是就一樣了 這樣的設定檔 你就不用一個一個去設定 好 那我們這個章節先到這邊 那我們這個章節先到這邊